有一大亮点叫自干风险 那很多人对此可能也不是太了解 也有这样的案例 你比如说两个人在打篮球 那其中一个人呢 一不小心就把另外一个人打伤了 虽然是不小心 但是可能这伤的也比较重 甚至是不可逆的这种伤 那么这个时候受伤的一个人 他的医药费怎么去承担 就是这个责任怎么认定 民法典呢在侵权责任别里边 专门针对这种情况做出了规定 这是以前侵权责任法里边没有的 首先呢它适用范围自干风险 只适用于文体活动 它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里边都适用的 而且要求这个文体活动 必须本身不有一定的风险 特别是体育运动 就是对抗性的体育运动 比如说我们说篮球 足球 抱球 橄榄球 这样的对抗性的这样的 第二点呢就要求这个 是必须是参加者 第三呢就是要求是 必须是自愿参加这个体育运动活动 文体活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如果一方受有烧害 因为其他参加者的原因 导致的受有的烧害 而其他参加者如果没有故意 没有重大过失 这个要强调的是 没有故意没有重大过失 那么其他参加者就不再承担 这个相应的损害 配偿这样的轻缺责任了 比如说我说这个案例 那个受伤的人 那么他这个医药费 就完全是自己承担吗 就对方没有一点 对从法律规定上来说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了这种风险 然后这个风险本来是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在这个个案当中 它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那确实是受伤了 那么他所承受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后果 那他自己来承担 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 其他的参与者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是默认了我们相互之间 因为风险是相互之间的 就是在所有的比赛里边 可能你撞我 也可能是我撞你 比赛之前谁都无法预知 所以就无法预知的 所以这种情况呢 它并不违反我们所说的公平的 正义的这样的 阅则 所以它也是一个国际的惯例 它其实对当时的利益 我觉得是一个平衡 然后也是鼓励这一类的运动 进一步健康的发展 我觉得都是都有意义的 好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 我们确实看到 这个民法典 它其实承载着 对每一个人 自然人全生命周期的一种保护的理念 就刚才我们也谈到 从胎儿起之就开始了 你受法律的保护 这样呢 就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生活中的每一步 都能走得更加安全 更加踏实 也更体面 更有尊严感 好 谢谢两位老师 也感谢大家 关注这一期的三东三人谈 我们下期节目 接着聊 我们下期节目